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今年也是如此 10月2号一位最直接了解及参与习近平幕后权力斗争的重量级人物突然失从 中纪委宣布前司法部长傅政华因涉嫌严重违纪而受到调查 现年66岁的傅政华是现任中共中央委员 对一位监督司法和警察部门有影响力的人物的镇压 在中国的政界引起了不可估量的震动 傅政华是导致无数人入狱的调查幕后推手 现在傅政华本人已遭审查 他过去一系列调查行动的合法性自然会受到质疑 这是一个重大的发现 我的印象是他是一个技术官僚 从腐败案件调查开始一步一步往上爬 一位党内消息人士说 这是一个知道的太多的人 他遭受严厉清算 证明了在中共党内任何事情都有可能发生 傅政华主导的最著名的是对周永康的调查 周永康曾是中共最高决策机构中央政治局常委 直到2012年作为中共党内除胡温以外最有实权的人物 周永康一直控制着中国所有的司法和警察机构 但到了2013年10月1号 周永康就知道对他的围剿到了最后关头 他通过之前在警方内部的下属建立了一个庞大的信息网络 通过各种渠道为他提供敏感的情报 那一天周永康在他的母校中国石油大学参加了一个研讨会 该大学位于北京郊区 他或许感觉到这是他最后一次公开讲话 2013年12月也就是周永康在石油大学露面后两个月 中共政治局常委们收到了一份关于周永康维绩线索的报告 并决定对他进行全面调查 作为习近平反腐运动的标志性动作 这是对政治局常委的首次打击 打破了行不上常委的规则 而据称傅政华作为一名异常敏锐的调查员 他成为了2013年夏天成立的一个调查小组的核心成员 傅政华是一个特例 在他担任北京市公安局局长时 被任命为公安部副部长 公安部负责监管全国各地的警察机构 他把他的前老板逼到了绝境 周永康因贪污罪被判处无期徒刑 反腐运动是习近平巩固权力的源泉 傅政华对周永康的成功打击 有力巩固了习近平的统治 傅政华深按中共权力斗争的微妙 也掌控足够多的秘密 他的贡献得到习近平的认可 并随后得到晋升 尽管有警察精英分子的履历 和对习近平的绝对忠诚 傅政华还是失宠了 为什么 除了他面临的具体指控 这些指控日后将变得明朗之外 值得注意的是 他的局外人的政治背景 他并不是纯粹的西派成员 在习近平眼里 傅政华只是一个称职的官员 但却并不是一个完全值得信任的人物 没有人比傅政华更加了解 近年震撼中国政坛重大政治事件背后的秘密 这也让习近平感受到了危险 习近平长期以来对警察机构尤其不信任 2018年他开始第二个任期以来 已经有包括傅政华在内的三名公安部副部长落马 另外两人是孟宏伟及孙立军 重庆及上海的公安局长也遭审查 可以肯定的是 中国公安的高层梯队已经彻底崩溃 幸存下来的只有与习近平相识超过30年的王小洪 据消息人士称 王小洪是习近平可以真正信任的 为数极少的老朋友之一 据说王现在是下一任公安部长的有力人选 2020年8月 王小洪在人民公安报上 以坚决清除两面人其强派 坚决同一切破坏党中央权威和集中统一领导的行为 作斗争为题发表文章 这一特殊政治用语 也被纳入中共纪律处分条例 习近平在反腐运动中多次使用它 与此同时 习近平的另一亲密助手陈一新 目前担任中央政法委秘书长 负责监督包括司法系统和警察机构 唐一军也已被任命接替傅政华出任司法部长 与傅政华不同 他们都是纯粹的习派成员 构成了习派的核心 自从成为中国最高领导人以来 习近平花了9年时间试图完全控制警察组织 现在的问题是 对傅政华的镇压是否标志着这些努力的结束 党内的许多人认为大幕尚未落下 如果习近平需求绝对的政治安全 镇压将永远持续下去 没有尽头 一位消息人士说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 李克强凿批 加电费不影响通胀数据是掩耳盗铃 据自由亚洲报道 中国政府一直低调处理通胀问题 周四14号公布9月通胀数据也一如既往 显示通胀轻微 就连中国总理李克强也说 就算放开电价升幅限制 对通胀影响有限 因为电费在通胀计算占比有限 不过不论是一般民众还是经济学者 都认为这种说法毫无说服力 百物腾归才是现在的实际情况 中国统计局周四公布 9月份全国居民消费价格同比上涨了0.7% 比8月份再下跌0.1个百分点 当中食品价格下降了5.2% 非食品价格上涨了2% 消费品价格上涨了0.2% 服务价格上涨1.4% 从数据看反映通胀轻微 但是这些数据对于一般民众来说 已经没有什么意义 值得注意的是 在消费价格指数持续在低位运行的同时 反映生产成本的工业品出厂价格指数升幅 仍然不断创出新高 9月份PPI同比上涨达到10.7% 涨幅比上月扩大了1.2个百分点 涨幅创2006年以来新高 调查的40个工业行业大类中 价格上涨的有36个 比上月增加了4个 主要行业价格涨幅均有所扩大 其中煤炭开采业价格上涨了74.9% 石油和天然气开采价格上涨了43.6% 石油、煤炭及其他燃料加工业价格上涨了40.5% 黑色金属冶炼和压岩加工价格上涨了34.9% 化学原料和化学制品制造业价格上涨了25.5% 经济学者司令14号表示 预计PPI持续疯狂上涨 早晚造成工业萧条 升幅必定会传导至民生的CPI上 他认为CPI和PPI出现倒挂的情况 这只是一个暂时的现象 这是中央政府故意为之 但是这种调控维持不了多久 在今年冬季或者明年春季的时候 尤其是消费旺季 居民要过节 而且明年开春大量农资要上市 对于这些问题 政府势必暂时减缓对猪肉农产品的调控力度 这个时候CPI会重新上涨 在煤炭供应紧张导致煤价飞升 电厂躺平 拉闸限电的情况下 中国政府最近宣布放宽电费加幅的限制至20% 其中高耗能工业电费加幅更不设上限 李克强近日到广东顺德巡视 他先后到了中国第二大民企美帝集团 以及一家火电厂考察 在这两处地方 李克强都讲到电力供应是中国经济的命脉 他还未放开电价升幅限制辩护 指指挥官方的通胀数据 只着重于食品价格 所以电费加幅不会对通胀造成影响 李克强说 电价要浮重 可以浮重 当然也有人会说 浮重了会不会通货膨胀 你们也可以理直气壮的跟大家讲 中国不会通胀 为什么 因为我们中国的通胀是以食品价格来定的 这样的一个价格体系 而我们的粮食今年是丰收的 所以实的是能够保证 不会发生持续性的通胀 谢谢您收看明镜新闻台 敬请您点赞 分享 订阅 推荐给您的亲友 欢迎您点击节目内容 简介里的PayPal链接 支持我们 好 我们继续来看下面的报道 习近平拿金融业开刀 无济于事 举债是增长 才是危机 据美国电影报道 华尔街日报周二 引述中国知情人士指出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下一波将整顿金融业 他打算借由9月底针对25家监管机构和国有银行等金融机构所发起的审查 来揪出不当的前权关系 对此部分接受美国之音采访的分析人士说 中国政府拿金融业开刀无济于改善债务危机 因为中国30年来的举债式的增长模式才是最大的问题 中共无力也无意解决 而中国经济长期的衰退将无可避免 根据官媒人民日报和新华社9月底的综合报道 19届中央第8轮巡视将对25家金融单位展开常规审查 深入挖掘其领导高层可能存在的政治偏差 这25家金融机构包括人行在内 11家国有银行或金融控股公司 中国银保监会 中国证监会和国家外汇管理局三大监管单位 和上海深圳两大证交所 4家保险公司 以及华融资产在内的5家国有投资单位 针对此一细节有限的公告 华尔街日报10月12号 引述不具名的知情人士指出 这项审查将由中国的最高反腐机构主导 针对占据中国核心地位的25家金融机构 展开广泛审查 报道称 中央纪委10月起将进驻这25家机构的办公室 检查放款投资档案及申报记录 并要求他们解释与民企曾达成过的交易或决策 例如他们和地产龙头恒大 网约车巨头滴滴 或是金融科技公司蚂蚁等私企 是否有过从甚密的前权关系 或不当的借贷助长 迎接热潮等问题 如发现不当往来者将遭正式调查 且日后恐遭起诉 在这次审查中 中共高层也会检讨金融界主管的薪酬问题 可能大砍一些金融肥猫的薪资 华尔街日报的报道称 这是习近平在明年年底争取第三任任期前 为引导中国经济偏离西方资本主义所采取的一项举措 由于习近平一直都对金融圈人士持怀疑态度 习近平此举是要进一步斩断党内权贵和金融市场间的关系 或扫除他在党内的反对势力 不过位于新加坡的红色资本主义艺术共同作者 傅利泽霍一在接受美国之音采访时表示 在恒大和华融这两大债务怪兽 所引发合计约5400亿美元的债务违约危机之后 中共进驻检查课金融单位并不为过 而且也可能可以揪出独职或贪腐分子 因为中国一党独大的体制 本来就容易滋生贪腐 就算习近平打贪打了近10年 如华融前董事长赖小民 还是有机会受贿近18亿元人民币 会议说习近平治理下还是有人贪腐 一党独大之固有的本质就是贪腐 因为在体制内无法问责 所以这些贪腐问题一再发生 会议说他认为是华融的亏损问题 催生了这次审查 可是不管是恒大还是华融 中国整体的债务问题是长期结构所导致 拿金融圈个别人士开刀 无济于事 以恒大为例 民间房屋买卖热落下 地方政府不断高价出售土地 建商也疯狂买地 借钱盖房并推高房价 以拉抬公司业绩直到出现泡沫 会议说这就是中国的商业模式 不计代价的增长 而且是靠举债打造出来的成长 这才是问题所在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 出走三年半后 美国重返联合国人权理事会 据自由时报报道 美国三年半前 戏剧性从联合国人权理事会出走 中国则在美国缺席期间 趁机扩大影响力 如今美国改由拜登掌政 于今天重返人权理事会 法新社报道说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今天选出美国等18个新成员 成员每届任期三年 新一届任期自明年1月1号展开 虽然成员是以吴济明投票产生 这次投票是从18个候选国家选出18席 并未出现竞争 美国以外的获选国家为 阿根廷 贝宁 喀麦隆 厄利特里亚 芬兰 钢比亚 宏都拉斯 印度 哈萨克 立陶宛 卢森堡 马来西亚 黑山 巴拉圭 卡达 索马里 阿拉伯联合酋长国 联合国人权理事会的任务 是推广并保障全球人权处理暴力情势 并提供建议 但厄利特里亚获选再度引发人权理事会 内有专制政权的问题 美国前总统川普于2018年 以长期对以色列存有偏见 使骨不化 缺乏改革的理由 退出人权理事会 中国则趁美国退出期间 在人权理事会大展手脚 如今 华府在总统拜登主政下 重返人权理事会 是与中国正面对决 好 我们继续看下面的报道 国际奥委会拒绝抵制北京冬奥会 据美国之音报道 国际奥林匹克委员会副主席科辞 周三明确拒绝了有关方面 要求该组织在2022年北京冬奥会上 批评中国的人权问题 科辞10月13号 在澳大利亚首都坎培拉全国新闻俱乐部表示 国际奥委会的职责是确保在举办奥运会期间 在各国国家奥委会内部或奥林匹克运动本身 不允许发生侵犯人权的行为 科辞表示 我们没有能力前往某个国家 告诉他们应该做什么 他认为国际奥委会不是一个世界政府 美联社援引他的话说 我们必须尊重举办奥运会的国家主权 国际奥委会的工作是保护奥运人 保护参与奥运会活动的人 这是我们的职责 北京冬奥会计划在明年2月4号到20号举行 残奥会定于3月4号至13号举行 随着北京冬奥会的临近 国际社会批评中国人权记录和抵制 这次体育盛会的呼声日渐高涨 人权团体和美国不少议员要求国际奥委会 推迟这次冬奥会或者前往其他地点举办 除非北京政府停止对新疆维吾尔和其他少数民族穆斯林的迫害 许多国家和团体认为 中国当局迫害维吾尔人的行为构成了种族灭绝罪行 据德国之声报道 10月11号即将卸任的德国联邦议会体育委员会主席 弗莱塔克对媒体表示希望各国政要能够抵制 2022年2月举行的北京冬奥会 他说我个人尤其赞同美国众议院多数派领袖 佩洛西提出的所谓外交抵制建议 佩洛西今年5月提出应该对北京进行外交抵制或政治抵制 他建议各国领导人应该允许运动员前去参加比赛 但他们本人不应该前往观看 今年7月欧洲议会也通过一项不具约束力的决议 敦促欧盟及各成员国官员不要前去北京奥运会 大量证据显示 中国当局从2016年开始在新疆修建了大量的拘押营 关押了100万以上的维族穆斯林 中国当局解释说 这些地方是职业培训中心 目的是向维族人传授就业技能和铲除宗教极端思想 下星期希腊古城奥林匹亚将举行奥运火炬点燃仪式 次日将在希腊首都雅典开始火炬传递 传递的目的地是北京 好我们再看下面的报道 领英宣布退出中国 据自由时报报道 中国言论审查恶名昭著 对外国平台的监控日益严格 全球知名职场社交平台领英周四14号宣布 将关闭公司在中国设立的网站 意味着中国墙内可以公开连线的最后一个美国社交平台将走入历史 领英目前是中国仅存的美国主要社交平台 官方14号对外发布声明 表示将关闭在中国的网站 坦言公司内部会做出这样的决定 是因为中国的运营环境挑战太多 中国政府要求遵守的规定也太过繁琐 不过领英也表示 未来他们会推出中国版领英 只能用于求职 不再像之前有社交功能 有熟知内情的消息人士透露 中共监管当局曾要领英负责人加强规范网站内容 还强硬要求领英在限期30天内做到 这可能让领英萌生退出中国市场的想法 跟着您点击节目内容剪辑的PayPal链接支持我们